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大家来到群音会 欢迎大家 让我们在弹笑间彰显智慧 从生活中汲取快乐 展现中国语言的力量 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同时也欢迎我对面的小伙伴们 欢迎方家北 霍星辰 王春阳 周培妍 欢迎盛伟 再次掌声地欢迎大家 那今天我们会用喜剧的方式 打开怎样的话题呢 谢谢大家 今天我们聊这个话题 叫做个明白人 其实生活当中 每个人都得做个明白人 特别像我 人称求得明白 什么都得明白 为什么得明白呢 你像我这个年纪 就有小孩了 这教育孩子 你就必须得明白 因为什么 这孩子经常会问 一些刁钻的问题 你答不上来特尴尬 你像我那闺女乔老乐 上小学一年级 前两天我带她去超市 这孩子眼睛经常就发现问题 一眼就发现了 说爸爸你看 这个卫生间 为什么有男卫生间 女卫生间 还有一个卫生间呢 这你就得明白 你给她解释 我说闺女你看 这叫第三卫生间 这比如说 你像爸爸带着你 要去卫生间 就得去这第三卫生间 哦 孩子明白了 一看到卫生间 就去一趟吧 进去之后 我们闺女又发现问题了 说爸爸这有一苍蝇 这苍蝇怎么还一直 这俩腿在那搓呢 你看这就是知识 马上我给她解释 我宝宝我告诉你啊 这个苍蝇啊 你看它为什么能落在玻璃上啊 这么滑 它怎么落住的 它这个腿啊 会分泌粘液 它就能落在玻璃上 但这个粘液呢 时间长了 粘脏东西 影响它飞行 所以它这一搓呢 把它搓干净了 继续就能飞了 哦 又明白了 这个去完卫生间洗手吧 一洗手 它又发现问题了 说爸爸 你看这个自动的这个水龙头 怎么几秒钟它就断了呀 我说这个啊 这个八成是这个人家这超市啊 想省水 打算节约 它把这龙头就调得比较敏感 所以几秒就断了 你遇到这种龙头 有一个解决的方法 就是你洗两下啊 你就把手抽回来 哎 搓两下 你把手抽回来 再搓两下 再把手抽回来 这时候我女儿把眼睛 瞪得跟包子一样 爸爸 我觉得你现在就像个苍蝇 这什么孩子这是 哎呀 看来我这个明白人啊 这个明白的也没用对地方 不过今天我们要请到这位嘉宾 那绝对是一个明白人 做人做事都是明明白白的 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 著名演员 孙桂田老师 有请 欢迎孙老师 欢迎孙老师 你好你好 大家好 我叫孙桂田 来 老师 咱们请到台中 哎呀 这看到孙老师 听听我告诉你 就由衷的亲切啊 我先问问你吧 听听 你是从什么时候认识孙老师的 家有儿女 没错啊 那咱们节目今天有个主题 叫明白人 对 是吧 我觉得还应该加一个副主题 叫做姥姥来了 太太 哎 我说 那个刘晶她姥姥 哎 有没呀 姥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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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像 买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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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买特 买特 买谁啊 来来来来来 来来我来我啊 是吧 好 好 买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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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是在哪部去认识孙老师的 哎呀 你看你是家有儿女 那你要说我从哪认识的这个孙老师呢 其实我是从一部这个电影啊 当年电影叫甲方乙方 这就是我二舅家 二舅 游先生就交给你们了 你们平常吃什么他就吃什么 那不行 一定把院子的鸡看盐了 每天过个树 梁子咱们走 你们就赶紧走 店长您挖店去这儿吗 你们可来了 游老板都快变成黄树狼了 那咱院子里的鸡 是不是都让他吃了 全村的鸡啊 他都没饶了 这甲方乙方当年这个戏里头 将说您这戏份不多啊 但这场戏还特经典 当年是怎么一个机会 您能参与到这个戏的创作当中 当时啊 我跟富彪呢 住邻居 而且私下关系特别好 一直呢 他管我叫老妈 正好有一天来串门 他就说 老妈呀 冯岛啊 要拍一个电影 磕碎电影 您跟着玩一玩 这等于是富彪的介绍 就参与这戏当中了 到现场以后呢 就是因为我是一个农村的 还要说言庆的土话 完了那就 左穿一件衣裳不行 又穿一件衣裳也不行 最后周围有好多 就是围观的当地的 老头也不高 在那看着呢 老头就穿着这样的一个 白色的那个 那个T恤衫吧那也叫 您能不能把您这衣裳脱下来 给孙老师穿上 哎呦我差点没晕过去 大半辈子一个人 对 可是冯岛说的呢 就穿这个效果最好 更有生活化那感觉 老先生立马脱下来 给我还特高兴 哎呀那没办法呀 哎呀就穿上了 而且是直接套的 里边什么都不许穿 其实这个孙老师啊 演戏刚才说了 这个也算是有点无心插柳啊 您这个最早怎么接触到的 这个演绎的行业 我最早啊就是 跟着我舅舅 进了一个文艺宣传队 就在那里头学习演出 后来呢宣传队就解散了 解散我就回到北京来了 画了一阶段画 哦 您以前有画画的基础吗 没有 就晚上不睡觉 要一张样子 这一宿慢慢琢磨着画 我当时为什么苦啊 我还背着个孩子 你一放下他就哭 他就醒了 我得背着他画 这太难了 你知道吗 所以说的 那这晚上呢 肯定挺辛苦的 晚上反正一般的 都三点钟以后睡觉了 哎呦喂 那您当时就 就是在那么苦的情况下 就真的能完全完成 他们交给您的任务吗 你不完成 孩子大人都吃什么呀 就得靠这份薪水了 是不是 对 那有过就是他们觉得您 我觉得您画的这个不行 这薪水我没法给您 接碰到过这种难题了 不行我非常小心的 我就是人家能给我这个活啊 我不能把人这个卷给人糟蹋了 所以我特别特别地用功 我不画好了 这个时候就感觉到是一个母亲 在当年那会儿吃了很多很多的苦 为什么 因为有孩子要照顾 如果没有这份薪水的话 就是再苦再难 我也得挂过去 是不是 当年吃过很多苦 给一个抱抱 能感觉到一个母亲 当时的那种心情 能体会到 但是您 是难 但是您一步一步地走过来了 后来有转机 也是因为我会画画嘛 我等于是当了一个小经理 干了二年我才知道 我为什么不能自己开商店呢 我就骑着个自行车去找门脸去 就这么着 谈了几间 有五间都同意了 最后呢 我就选定这个东寺 龙富寺 我们就把一扇墙给拆了 几乎都是自个儿干 你知道 找三轮车 拉砖弄什么的 拉扎土 墨墙 刷灰 这个就柜台呢 是让人家帮着给盯好了 木头呢 我是好几间找来的 这间找一木头板 那间找一木头棍 你知道 凑的柜台 也就是说 其实东拼西凑 东拼西凑 很省成本 很省 跟人借了两千块钱 两千块钱 好朋友的好朋友 那个人还不认识 借了我两千块钱 我把摩托车 压到人家那儿 那摩托车 两千九买的 我说要是还不起你的话 这摩托车就归你了 对 就这么着 这么着把这小买卖 就拨起来了 这小买卖 我就没想到第二天呢 我这屋子就挤不动人了 一下子就破了 那都是年轻人的 第二天这么快啊 第二天 就是 所以我就卖出好多去 当天晚上我就记得 他住德仙门外的一个酒店 我就赶紧骑着自行车 给人送钱去了 摩托车不压那儿了吗 给人送钱 您交代的还挺明白 摩托车压的 没错 一下就干起来了 这后面的 应该就算是 慢慢积累出来的 第一桶金了 是不是 对 卡片赚不了多少钱 但是呢 踏实 人要知足 今天跟孙老师聊了这么多 我们现场的这个 五位相声演员 听得也津津有味 应该说对孙老师印象也都特别深 应该也都是大家童年时的 这个姥姥的形象啊 上来跟姥姥近距离接触 咱们做一个小互动好不好 好 我们有请五位相声演员 来 对 这个要跟姥姥进行一个小小的互动啊 也是对你们的一个小考验啊 来 婷婷介绍一下规则吧 大家是喜剧演员 是相声演员的 肯定对经典的这些相声小品段 特别熟悉了是不是 下面呢 咱们就请姥姥啊 说一些这个经典的小品的 这些作品当中的经典台词 她说上一句 你们每个人要接一下下一句 然后呢 再说一下是哪部作品里面的 其实难度 还有我名字得说出来 难度其实还是挺高的 对 我觉得这个对于这个小芳 其实难度是更大啊 因为小芳岁数太小了 是吧 你接触的最早的小品 应该是哪一年的 呃 零 零 零六零七吧 太好了 你几乎完美地躲过了 我们的题 哈哈 哈哈哈 行吧 这个考验一下大家 对于这个经典的小品喜剧 有没有很深入地了解啊 那这个姥姥准备好 给他们出题了吗 好了 好 那咱们就正式开始 第一题 俺叫魏淑芬 今年二十二二十几啊 今年 俺叫魏淑芬 你的状态在情绪 不是情绪 俺叫 还等会儿再滴滴 俺叫魏淑芬 今年 女 啊 女 今年二十五啊 二十八啊 二十七啊 这还有 至今未婚 好 基本上 对了 但是有一点误差啊 有一点误差 这叫什么名字这小品 这叫 懒汉相亲 我这算够了 他那个好头啊 下面可能会增加一点点难度了啊 下面要更严格了啊 下面就一次都不能差了啊 你至今未婚 这也不好弄了 这直接滴滴吧 我至今单身 你答得出来 答不出来就换声维 我不一定 三 你是什么 我至今单身 我至今单身 好 至今单身 不对 声维 就你告诉她的 这个我也不知道 你 小宝 我 我也是单身 我下去了 你至今单身 我关棍一根 好 笑呀 怎么你 你胖过这儿了 这胖见高人了 小品名字 懒汉相亲 好 非常好啊 这个 这有一个双一百分的出来 我觉得这个 小霍是非常好的 这个小霍本身 现在已经考上研究生了 是 你看这学习好的人 他就是记忆力好啊 我觉得这一轮的比赛 我觉得应该表现最优异的 应该算是小霍的 是不是 好 掌声送给小霍 好 我们刚刚这个互动 特别的开心 接下来 跟姥姥得汇报 我们还有更开心的环节 就是一块来听相声了 这刚刚 这个小霍表现得最好 所以第一段相声的机会 我们就交给周培妍了 好 早一早 我以为你讲一句 一不一会 舞台交给王冬阳 周培妍 感谢 感谢大伙的掌声鼓励 谢谢您各位 一上来呢 先跟大伙呢 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好啊 我的名字叫王春阳 青年的相声演员 我们俩呢 给大伙呢 说一段相声 相信大伙呢 也很喜欢相声 因为相声呢 是曲艺行驶之一 不要闹 我正在幽默 不要闹 你幽什么默 你幽默 干嘛 我 不没丢吗 你怎么了 他不是丢不丢的事 你自我介绍我名 不完了吗 怎么还完了呢 你光说你了 我去哪了 对 我不说的自我介绍吗 自我介绍 就光介绍你一人啊 对 自我介绍 就是说 记几个说记几个的名 什么玩意儿 哪那么多记几个 还有我呢 就记几个吗 不是 那我名谁说呀 我怎么还得说你名啊 那人家别人 不做自我介绍的时候 都说完自个名 然后说搭档名吗 那你跟他们说去 我这不跟你说呢吗 你跟我说你得按我的来呀 不是我按不按你这来 你得说我名啊 你想让大伙知道 你就自己说了不完了吗 对吗 我的名不也是我自己说的吗 行行行 你没嘴呀 你自己说不了吗 能 你要想让大伙知道 你就说了不就完了吗 我知道 对不对 你就说你名 我知道了 我说呀 你知道你说呀 我知我这不说的吗 说呀 我说呀 我说呀 你说呀 说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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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你名说呀 我张得开嘴吗 张不开嘴呢 你怎么话那么多呢 你 我这不正说呢 那你就赶紧说呀 我知道了 说名那么费劲 你就说不就完了吗 大伙都等说呀 这不叫介绍说呀 赶紧说 快说呀 说呀 等着你说呀 说呀 说你名 赶紧说呀 说呀 接着说 说说你名 快说呀 说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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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你名 赶紧说呀 说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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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没日子说了吧你啊 什么叫没日子说了 我这不正说呢吗 正说你就赶紧说吗 你在这儿犹豫什么 你是把你自己名忘了 名有忘的吗 你在这儿献起呢是吗 我没听说过献起名了 那就赶紧说呀 有名 行了快说 我这不说呢吗 说吧 正在进行中 那就赶紧说吧 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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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你名 快说吧 说呀 快快说 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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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你名 说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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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说呀 你这样容易猝死 猝死你就赶紧说 给你留时间 你说你名 你不要介绍 你说呀 你给我留的时间在哪呢 这不等着你说 我眼巴巴看着 等着你说呢吗 不是 是你眼是等着我呢 你嘴可没停啊 啊 你不说 我也不说 我也不说 人家看什么 咱俩是相声 不是雅具 知道吗 你就赶紧说了 不完了吗 我知道 我正说呢 对 你说呀 快说 你乐什么 说呀 赶紧说呀 说呀 说个名 有什么可乐的 怎么你名 是个包袱啊 赶紧说呀 我这样 不是显得客气 谁跟你客气 你赶紧说呀 我知道 我正说呢 说呀 快 说呀 说呀 赶紧说呀 等你半天 赶紧说呀 快点说 你别老乐 你赶紧说 说你名 你老乐什么 不是你老扒了我干嘛呀 你老乐什么 该说名 说你名啊 咱们这不是微笑服务吗 说 怎么还不让人乐了 说赶紧说吧 我知道了 你看他又不说了 你说多讨厌 你说这 我哪不说了 你哪个眼看见我不说了 我这不一直正努力呢吗 你赶紧你说呀 我知道我正说呢呀 快说呀 对说呀 说你别老乐 你赶紧说呀 怎么我乐也爱着你了 我乐 你别老乐 你就赶紧说 你就说 快说名 说名 赶紧说 说呀 用什么气呢 赶紧说呀 说呀 你别老拍我了行不行 你老拍我说得出来吗 说名赶紧说呀 我知道我正说 快点说 一会就下班了 赶紧说呀 赶紧的 你哪这么多话呀你呀 干嘛呀 你闭上嘴行不行 我闭上嘴 大伙听什么对不对 听我 听你你说吧 你要说是吗 那你说吧 你说 你还说吗 我不说了 对 保持安静 那你说吧 那你说吧 谁要抽烟呀 上外头抽去 这屋不能抽烟 因为呢咱们在录制节目 哪有人抽烟呀 这有人抽烟呀 你别说话就行了 你就是想干嘛 你就干嘛 我知道我说我名 我知道 你就赶紧说 我知道我说呢 你就说你名不得了 行行行 你在这耽误什么时间 你就赶紧说 对对对 你不用管这个 你还没吃上知识 别摸那电门啊 一会儿垫着你啊 那么高怎么爬上去呢 摸什么电门呢 谁摸电门了 你不要管人家 人家电瘾犯了 就得摸去 怎么还有天瘾呢 你明瘾犯了 你就赶紧说 你就说你名 我帮你维持一下知识 我用你 你电瘾犯了 你摸去吧 你去吧 行了 行了啊 还不用我了 你摸去吧 好心当滤杆费 行了 电死你 行了行了行了 那行了 不用我了 什么就行了 舞台交给你了 我跟你说 你就是故意的 我跟你说 这块也交给你了 你多厉害啊 能说自个名了 你说吧 你跟大伙说 我还没说出来呢 关键你多棒 你太棒了 来你说吧 你说个名吧 你最棒了 哎呀真了不得 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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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回来 这是什么态度这是 什么晚上还给我呸一下子 你不要说你名 你说吧 我知道我说呀 懂你的 你这人你就是故意的 我跟你说王春阳 打一上来你就故意 你不让大伙知道我叫什么 我要是 我说 我要按你那么介绍 你也说不上来 谁说的 我说的 谁说我说不上来 我介绍一回 你也说不上来 我要说的上来呢 那咱试试 来回啊 大家好 我叫 王春阳 很复杂吗 来说吧 自个说 交给你了 说 我不说了 你说 说 你告我店门在哪呢 啊 你什么意思 说你了 说吧 你闭上你的嘴 我早就说了 我就 我叫 你快 说吧 你这磨叽 赶紧说呀 你少说点话 我没这么磨叽 我叫周培岩 好 好 顺畅 知道为什么不介绍你吗 为什么 我跟你说 你就不惜地介绍你 知道吗 我怎么了 你什么都不明白 往这一站 你说向上 你说你明白吗 我怎么不明白啊 我 你这工作都是我跟你找的 你没我这么明白的人 你能说了向上吗 我说不了 我说脱口袖去 说的明白吗 不在我教你了 你教我什么了 你甭说工作啊 就生活点点滴滴啊 你要不是遇上我 我这么明白一个人 天天的跟你说 交给你 你都活不到现在 你知道吗 怎么着 我得死去啊 我得啊 你教我什么了呀 你这就丧良心了 怎么了 你没我 你说你活得明白吗 天天 我挺明白的 我就问问你啊 没我 你能搞上对象吗 不能 没我 你能结婚吗 不能 没我 你能有孩子吗 不能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跟你 你别老着急 兄弟 怎么我还不着急呢 我还 没我 你怎么能有孩子呢 没我 你搞不上对象 你结不了婚 你上哪有孩子去啊 是 是你介绍的 是 对不对 我在这说了 我给你介绍那对象多好 嗯 对 结完婚以后怎么样 婚前是挺好 嗯 婚后出点小问题 什么问题 他说我不浪漫 说我情商低 哎 嗯 哎 你早找我呀 找你干嘛呀 我明白呀 你明白管妈用 他不明白呀 我交给你 你交给我 我交给你呀 交我什么呀 为什么说你不浪漫情商低 啊 你不会说话 我这不说不少了吗 跟这没关系 啊 你不会哄女孩开心 你知道吗 那怎么哄呢 咱太明白了 啊 今天啊 不光交给你 嗯 我也分享给大伙 呦呦呦呦 单身的男孩分享一下 哦 你说说 怎么哄女孩开心啊 啊 咱就说一件事 这什么事 比方说 嗯 这女孩 说她肚子疼 哦 你怎么回答 喝点热水 烫死你 温乎的 你先尝尝 那行吗 红糖水 这浪漫吗 那怎么这样 换我就不这么说 那您怎么说呢 咱高情商 你再问我会 我假装是你对象 对 你问我 老公 我肚子疼 别闹 你那么瘦 哪有肚子 明白吗 高级 明白 明白了 明白了 我这情商是敌 这要高情商 会说话 当然 我教完你 你是明白了 活学活用 我知道 也得分事分情况 怎么 我这个也交给过盛伟 就他 那个好朋友 交给过他 那天呢 他媳妇呢 也是问他 老公 我脑袋疼 他怎么说呀 别逗了 你那么傻 哪有脑袋 你别说 我看这个孙老师听你们这项饰师一直在笑啊 说得非常好 就这么简单的内容 两人能说这么长时间 而且还让你特别地爱听 这就是功夫 这个瘦膏条啊 春阳 你这碎嘴的唠叨 这唠叨的还挺好 那个呢 是闷服务 说得都非常好 两人搭配得特别好 演戏是非常不容易的 再怎么练功 上头有绝压着 你就永远战丫鬟 盛伟最近一直在研究脱口秀啊 想明白点什么了吗 脱口秀确实不可乐 两人情侣吵架 说话不合适了 女孩生气了 哼 QY 勾S呢 这一排一般要不起 反正 什么还要不起 那您给我具体说说 我怎么才能火呀 那收费标准可高啊 我跟你说小伙子 你要有什么不明白的 你就直接问我 小的咱们说 市井百科 大的 那核聚变 运算公式 您只要给我个手机 我都能给你查出来 本来木游三合一新方法 养护骨关节 营养物骨比例 暂时播出